当赵丽颖脱下长裙,网友忍不住直呼要把眼睛闭起来了。怪不得总是只穿长裙啊! 在我眼里,赵丽颖自出道以来一直都很钟爱穿长裙,一脸的纯真,像个邻家的漂亮妹子。 但是她脱下长,裙是什么样子,相信很多人也没见过。 在时尚巴沙慈善晚会上,赵丽颖一袭黑孔雀长,裙吸睛无数,若隐若现的细长腿,更是亮瞎了无数宅男的双眼,整体造型活泼性感,99分,当晚捐款70万,101分。 这是赵丽颖和李一峰出席活动的照片,一席银色长,裙,加上合在身前的双手,可爱又庄重,很应景啊! 在某电影发布会上,赵丽颖一身粉色长,裙让人过目望,先到家了。 自然垂下的顺滑长发,微微露出的粉白双肩,略显羞涩的低廉云望,这性感可不止一点点有目有。 再看看这条裙子,粉色似绣纱裙,花朵点缀的恰到好处,两只蝴蝶以上一下月蓝裙上,画龙点睛,给人一众花仙子长大了的感觉,这感觉真好。 这是赵丽颖出席活动时穿的白色长,裙,配纹多而不乱。 庄重的发型和手包,让赵丽颖完全hold住了长裙的气质,女孩变女神。 赵丽颖身穿后背绑带款吊带,裙,开插开到大腿处,插腰的动作让她大方中显示出几分狂野,大爱。 正凯和赵丽颖的合照,一身五分裙带住平淡的美。 赵丽颖身穿的紧身,裙,防宝光的交叉腿让两只白腿显露无遗,全身没有一点多余的肉肉,性感。 赵丽颖的薄纱自长,裙被风吹起,赶紧按住,没腿抢镜,我怎么仿佛看见了梦露。 你们喜欢银宝吗?喜欢她穿什么呢?赵丽颖,中国大陆女演员,出生于河北圣阳方市。 以2007年的金婚一剧正式开启演绎道路,而后出演2011年心怀朱格格的琴儿一角开始获得关注。 于2013年出演的陆珍传奇角色深入民心,开始累积粉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